我有一段情如花后 鬼桥蒙古林 我有一段爱如宽山 将前世引起 唯有牡丹真国色 花开时节洞京城 以前的这个妆面真的好特别啊 他们唐代的妆面 怪不得我看就是来洛杨旅行的那些女孩子 他们画的妆真的是各式各样的 跟这个妆面真的好像啊 你看他们的发际盘的 哇 这么大一个 这种发际盘完之后 我觉得走路顶得会很沉吧 这个就是《张花是女图》上面的那个眉毛了 好像演迪人节的时候 那个武则天的妆容就是这样的 这个眉毛上面两促 我们的现代审美我觉得好像看着很奇怪啊 你看这个脸上 很多细节啊 比如像她那个嘴巴 这个嘴巴就有点像那种 日本ET的那种画法了 而且她的眼睛旁边都会有 这两边的两条红色的 然后包括她额头上的这个花的形状 你看这个女生的眉毛 它是往上翘起来的 各种妆面的画法 怪不得他们说这个唐妆 唐代的人非常的开放啊 你看她这个画法 太特别了 嘴巴两边还有两颗痣 就是故意画上去的 你看她这个脸上 都有两个小花 这个房间一进来 脚都可以踩上去的 电子瓶的地板 走到哪里 哪里就开花了吗 这就叫步步生花吗 我之前有听说过步步生莲 现在看到步步生花的景象 现在全场都是牡丹花 走到哪里 哪里就开刀牡丹花 大家好 我现在呢 是在洛阳的牡丹阁 这个牡丹啊 从野生到人工栽培 最后呢 再进入到了皇家贵族的庭院 经过千余年的栽培呢 从它的花色到它的花形 不断的增多 朋友们看一下 我身后呢 就是一个老伯 在牡丹园林栽培 牡丹花的一个景象了 这个牡丹花呢 是每年的四月中旬 是开的最旺盛的季节 好了朋友们 那跟着我的镜头 我们再去参观一下牡丹阁 朋友们我身后呢 就是牡丹进西院的一个场景 公元年604年 隋阳帝阳广继位 他呢特别喜欢秦花一时 于是呢 他三下江南搜寻 并派人将各地收集到的牡丹花 种植到了西院 并且呢招天下所有鸟兽草木 抑制京师 也就是今日的河南洛阳 那个时候呢 在皇家的园林中啊 大量的种植牡丹 这也成为了历史上的第一次 梦回大堂 梦回大堂 哇 哇 天呐 这个长大堂 这个长大堂 可以做一个终于 这个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